大家好,我是Sani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套样板房 这套房子呢,位于奥兰多的Kissimi 面积2700多,基本价是38万多 我们先看一下房子的外观 首先我们能看到这个房子有很多的这个石头组成的,非常的美观 另外它的屋顶是瓦顶 那这是户型的名字 有四个卧室,三个半洗手间,三个车库 首先推开门呢,我们还是老样子看到这样一个开阔的门廊 这个样板房装饰得非常漂亮,包括这个灯具 这个地板也是升级过的 那我们接下来来到右手边,是两个卧室 中间share一个洗手间 那每个卧室都是比较宽敞 窗子也比较大 方方正正是标准的这个次卧室 这是第二间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中间他们共用的洗手间浴室 也是带一个窗子 这个是标准的很规整的一个户型,没有空间上的浪费 也是他们最受欢迎的户型之一 接下来左手边是三车位车库的门和衣帽间 还有一个窗子 往前走的右侧是一个flex room 大厅内侧还有一个小卧室,一会我们过去看 右侧的这个flex room可以作为dining正餐厅 然后也可以作为办公室或者作为一个小的会客厅 接下来厨房 厨房 厨房旁边也是个餐厅 这个餐厅也是足够的大了 所以另一个空间就可以用来做除了正餐厅之外的其他用途 宽敞明亮的大厅 那边的楼梯是通向二楼的 那个正对着的门是主卧室 接下来我们去第三个次卧室去看一下 在这里呢把这个房间作为一个office了 那在这个房间的入口处右手边有一个半个的洗手间 供家里的客人使用 那这是一个独立的房间 其实这个房间还有一个独立的洗手间和浴室 是一个套房 旁边的这个半个的洗手间 这样来的客人可以不用进到卧室 就能用到这个在房子中间的一个洗手间 还是非常方便的 接下来我们看最重要的这个主卧室 主卧室有很大的一面窗子 因为这个户型呢它可以选择单层的也可以选择二楼 二楼的话就是楼上加一个bonus 那如果你选择这个二楼 那在这个主卧室的后边呢是加了楼梯的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洗手间就变得没有浴缸了 但它这个淋浴间是非常大的 然后有个很大的布入式衣帽间 洗手间 厕所 厕所 两个洗手台 接下来我们去二楼看一下 二楼呢也有不同的option 那如果只加楼上的bonus呢 它就是这样一个敞开的大厅 可以用来做活动室 游戏厅电影房 旁边的一个酒水坝 在正中间的那个小的 它这个是一个升级的项目 那这个上面的空间呢 也可以升级成一个卧室 加一个小厅 这是楼上的淋浴洗手间 接下来我们再混到一楼 回顾一下这个大厅 这个房子的格局还是非常好的 那这一套样板房是有湖景的 这个社区呢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湖景社区 那中间其实有很多房子 是几年前就建完的 现在这些房子呢 是由这个开发商Taylor Morrison 来开发的 整个这个社区呢 位于旁边一个有两万多英亩的 一个天然大湖的西侧 所以可以说是经典的湖畔社区了 社区计划是2000多套房产 那目前只剩下160套左右 建商现在每个月只能卖9套 现在vading list上已经有两个月的 这个等待的买家 在去签这个房子 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 我们上这个vading list的话 也要等至少两个月才有可能 排到我们 社区内的湖呢 可以直接连接到 两万亩的这个天然大湖里面 所以我们也可以去平补自己的这个船 在指定的这个区域 那社区的管理费是265每个月 户主呢 可以共享两个会所 包括这个健身中心 水上乐园 网球场 篮球场等等 附近呢 也有这个足够多的购物中心 包括24小时营业的沃尔玛 邮局啊 餐馆啊 银行 加油站 便利店等等 包括图书馆 都在这附近 对于一个瓦顶这样的户型 面积2700左右 它的基本价只有38万多 可以说也是非常经济实惠的 这样一个户型 值得一提的是呢 这个社区其实离市区 并没有特别的近 这个社区如果要是投资的话 可能并不是特别的适合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但如果是退休养老居住在这 还是非常的好 社区的风景都非常的棒 如果您对这个社区感兴趣的话 添加我的微信 或者拨打我的电话 感谢大家的关注 喜欢我点击关注订阅点赞 谢谢